一颗颗新鲜脆绿的美生菜 在嘉南平原的菜园里 看起来是多么香脆可口 美生菜又称为结球卧剧 不仅可以生吃 而且还可以搭配各种食材入味 目前美生菜在于宁家一带 刚好是盛产期 菜农们都敢在采收前 加强喷水 增加它的新鲜度 于宁县政府为了帮农民行销 还联合顶新集团大量收购美生菜外销 让农民相当感谢 不过有农民说 顶新集团以每公斤11块收购美生菜 事实上根本不够成本 目前云林县二轮卖辽一带 美生菜收购的大盘价格 每公斤都在13到14块以上 甚至北农也有16块以上的行情 农民希望不要压低价格 破坏美生菜的市场 像最近新闻会在报道 说我们丁新集团 有来向我们买料这边 来收购美生包 价格是在11块 因为农民直接的生産成本 就要差不多12块至13块 希望我们政府可以对我们生産成这个菜楼 跟我们公斤这边有的生産 老价 要消购外国的这种问题 为了了解市面上美生菜的价格 记者利用厨系前一天 来到云林县西螺果菜市场 着访好几家收购美生菜的盘商 发现美生菜的收购价格 每公斤真的都在16块以上 可见如果以每公斤11块来收购 根本不够农民的成本 这样的低价收购 反而伤害农民 影响他们的收入 一公斤差不多16.6块 马上过年了 云林地区的菜农也都表示 包括美生菜在内的各种蔬菜 新鲜营养又卫生 价格也十分合理 希望民众在年节享用大鱼大肉的时候 也能够多吃一点国产蔬菜 除了均衡营养促进健康之外 也可以帮助辛苦的农民 让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的过好年 记者陈文旭 许志阳云林报导